大家好 我是黑熊五哥 欢迎观看我们这期的孤岛惊魂6 我们是接的上回的地方 从肚子里面取出来一个手机是吧 太强了 我们现在是去跟保罗交谈 他这里有事找我们 比桥又出事了 比桥去找贝贝去给他们两个报仇去了 虽然他们俩最后也没事 我看来他们说是要进行武力性质的大反击了 保罗受过军事训练 所以说他还想着要招兵买马 不过比桥的下路我们现在毫无头绪 所以我们先去比桥的家 看他这里有没有什么留下的线索 首先是这个电台这里有一个字条 这里说到的地方是莱斯卡诺奇数表演训练场 还有什么线索 有个任务提示说是有两个 然后今天还找到另外一个字条 这个字条 总之就是把丹妮称赞了一番 说是这个丹妮给他了这个信心 光在房间里面找是找不到的 我们还要到外面去找 在这里有一个工具台一样的地方 这里又有一个字条 这里又说变不变啊 找要去这个偷了一些 要去走私 这又是另外一个线索 那现在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我们一个一个来 我们先去那个马术表演训练场 看起来还是挺大的一个设施 马术表演训练场这里有好多牛 这个牛还是挺难打的 要么你就得拿这个重火力 因为他血特别厚 你也不好瞄头 要么你就拿火烧 直接烧出个火牛阵 这个牛很猛的 这个牛是没有伤害保护 应该说是他是有一次有多段伤害 动动动一下可以碰掉好多血 来狂牛肉 在这个持续回血的这个气息里面 他就打不死我们 还有一种是那个有一种药瓶 丢在地上以后也会这样持续回血 有电话的声音 但是从他旁边拿的是一个手写指示 这个人要跟贝贝做交易 但是呢也警惕贝贝 但是还是被他给算计了 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找一下线索啊 说是这个贝贝要偷这个 呃 的地方 这里人还挺多 那个上面是个不错的狙击点 但是过去的话会有一点麻烦 看看这边的人在哪 在那下面 又是一箭广把头盔打掉了 他居然没察觉 不应该先躲起来吗 远处的那个 打到了 诶 他们在打谁 他们把人质打死了 为啥 而且那个人质好像还死不了 等着我们去救的样子 估计就是这个人工智障 触发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故意蹲到那 你就不出来啊 你就不出来 不管了 那边方向还有 也是个火箭筒 这个要远一点 有一点点下坠 好了 我们要去找这个亨利克 应该不是这个人 但这个人他死不掉 好像是个研究员 治疗研究员 看这个任务提示应该是在上面 啊这里 哦 天啊 拜託,讓我去吧 好,總算知道他們的下落了 看起來這裡沒人守衛 就在這麼一個小屋 沒有殺人 看你搖滾 你是個嚴重的小雞 疾病 對 對 你把他拿回來 別聽到他 對 別聽到他 只是血淋了 對 這個舉動我挺莫名其妙的 他是因為他確實是個特別自卑的人 但是在這個時候突然想要自殺 這個就很奇怪 前面上那個字條也是 他自己的 他覺得自己又胖 然後一個肥宅一樣 然後能力又不行 然後起的名字還像個女孩 所以特別自卑 然後應該就是 如果說是不看這個字條 真的覺得這段挺莫名其妙的 正好也是丹尼鼓勵他的嘛 所以丹尼這樣勸說他他也有用 就是這個時候突然一下子要自殺 他這個 這個貝貝也是夠噁心的 以後希望不要再跟他打交道了 上次我也這麼說 I was hoping you wouldn't say that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a hábby by Loh but there aren't many Bigos out there When Bigow gets back maybe tell him how you feel Yeah, he could use him right now I will I promise Thank you Danny . react and I have another cool scar to show my friends You joke Danny But it's these scars in your head that worry me most 去警察点找药 那几个警察点都被我们站下来了 很容易就拿到的 那么我们下集再说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